哈喇啦,我是抓马 你是在什么时候下定决心要鲁铁健身的?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湿奶健身变成超级意境的电影《破河》 天上夜色勾人 底下一辆小车一边孤独地摇晃着 一边传出嗡嗡嗡嗡的喘息声 镜头还很贴心地一步步拉近 你猜的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 继续往里看 只见车内确实有一男一女在激烈地运动 不过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香艳 而是实打实地拳打脚踢 达到赛点 女人直接套出了一把枪 对着纹身男发射 这个看起来超能打的女人就是女主莱莉 处理完纹身男 莱莉马上回到了贫民窟的藏身地 毕竟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 谁能想到莱莉对待自己 竟然比对待敌人还狠 消毒、清理、缝合再到脸上胶布 整个过程熟练又粗暴 痛感都要溢出屏幕了 她也只是喊了几声 每个坚强的人背后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心酸往事 你能想象这样一个没感情的女杀手 曾经竟然只是一个买菜做饭的湿奶吗 莱莉本来有着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温顺的丈夫和可爱的女儿 曾经是她的全部世界 然而幸福却在五年前彻底终结了 那天刚好是女儿生日 一家人在游乐场耍了一整晚 打算一起吃个薄荷雪糕 给这碗花上圆满的句号 可是丈夫和女儿还没走几步 马路边就突然堕了辆黑车 里面的男人对着他们开始疯狂扫射 因为莱莉返回去拿纸巾 才勉强逃过一劫 没死也落了个重伤 这难道是恐怖袭击吗 当然不是 警察小胡告诉莱莉 其实这件事都是因为她丈夫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他们的调查 她丈夫打算和朋友一起去打劫一个叫加西亚的大毒霄 他们还没行动 消息就传到了加西亚的耳边 说到这里 事情就很明朗了 大毒霄哪里是一般人小喽喽可以打劫的呀 于是只能面口处理 莱莉不相信善良的丈夫会去打劫 而丈夫也确实打电话拒绝了朋友一起打劫的邀约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她打电话拒绝的时候 朋友已经身处地狱 不过也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 警方找到了三名嫌疑犯 如果有目击证人指证 杀人犯们还是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可是所有目击证人都突然选择信失明 一直说什么也没看到 临走前 小虎给莱莉留下了在现场发现的他们一家人的大头贴 希望莱莉可以留作纪念 可莱莉却在看到大头贴的一瞬间 突然浮现了一段当晚的记忆片段 她看到了那些行凶的人的脸 莱莉亲自指证了三个嫌疑犯 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有着夸张的纹身 然而事实证明 他们确实不需要掩饰 为什么 因为警察根本不敢动加西亚的人啊 警局里凡是调查加西亚的同事都死于非命 有的害人间蒸发 同时阿白很严肃地警告小虎不要多管闲事 保命要紧 又困难找警察 在这里并不适用 不仅如此 还有人找上门 直接砸钱让莱莉忘记那晚发生的事 人死不能复生 拿着钱过新生活才是王道 莱莉当然没有动摇 她要的根本不是钱 而是给丈夫和女儿一个公道 好不容易等到了开庭那天 莱莉发现 辩方律师就是上门给钱的那个人 因为她看到了莱莉家里治疗抗抑郁的药 于是就以精神状态不稳定为由 认定莱莉证词不可信 法官居然也认同了 火机火聊的就拍板结案 三个文生男无罪释放 莱莉情绪失控大闹了一场法庭 差点被抓进封人院 这下莱莉是真的死心了 靠警察 法官 省张正义根本就是在做梦 莱莉在被抬上车后 趁着大家不注意 反手抄起一个大家伙 把小胡给砸了 曾经的莱莉是一个分工手法的好市民 可是那些所谓正义的守护者 实在让人心寒 绝望的莱莉决定拿起武器 亲自为丈夫和女儿讨回公道 好了 时间线从回忆切毁到五年后 在莱莉杀掉文世男的第二天 摩天轮上 真正气气的出现了三具倒挂的男尸 这段时间除了摩天轮男尸 还陆陆续续发生了一些偷渡 以及军火失窃的案件 这些案件的苗头也都指向了莱莉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莱莉在这小时的五年里 先是在银行抢了五万刀 然后就换了四个身份 在世界各地不断游走 参加各种地下地上拳击比赛 无数次的骨折 满身伤痕 为的就是锻炼出最完美的搏击体魄 多年的逃亡和隐藏 也让莱莉拥有过人的反追踪能力 五年后 莱莉已经脱胎换骨 偷赌回来 抢走军用级别的武器 开始复仇 就在警察和FBI还在联合商讨 怎么应对莱莉的时候 莱莉已经再次全副武装 塔上了复仇的道路 她将法官困在椅子上 双手钉上钉子 一枚炸弹将她送上了西天 当然莱莉也没有漏掉 当年的警察官和被告律师 警方接到消息的时候 他俩已经离开了人世 这么多人的连续死亡 莱莉已经成功地引起了警方注意 她开始被全城通缉 各大媒体也都在对事件进行跟踪报道 民众知道了莱莉的故事之后 并没有恐慌 反而是压倒性的支持 毕竟她做了警察都没有做到的事 莱莉的动静这么大 加西亚当然知道自己就是她的下一个目标 只是加西亚还没动手 莱莉就已经把她分布的小老弟们都杀了一遍 离开的时候还顺手放了把火 时间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浪费 加西亚决定设局反杀 当莱莉走进他们老巢的时候 就看到了一个遥控炸弹在闪着红光 等她反应过来往外跑的时候 屋外的手下已经按下按钮 瞬间火光漫天 莱莉从工厂旁边的下水道口爬了出来 愤怒的她抢了一台路人的车就追了上去 五年的训练让她的行踪如同鬼魅 两个炸弹小弟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枪杀 车都被抢了 在她俩的车的掩护下 莱莉单枪匹马就杀进了加西亚的窝点 在黑暗中 莱莉所导致出遍地石海 一枪一个干净利落 最后莱莉枪头直指加西亚 加西亚问她到底想要什么 莱莉说 她想要的从来都只是公正而已 本来一枪下去就结束战斗了 可是加西亚的女儿却突然出现 让莱莉一瞬间以为见到了自己的女儿 一晃身就让加西亚逃了 自己还挂了一身踩 另一边 FBR的女警官终于在资料堆里 发现了莱莉的藏身地可能是贫民窟 因为犯罪率极高的贫民窟 这几个月犯罪率竟然为零 莱莉成了守护贫民们的天使 女警官正要继续追查 却被一同前来的小胡两枪秒杀了 原来小胡一直都是加西亚在警方的卧底 解决了女警官 小胡马上打电话通知加西亚 莱莉可能在贫民窟 加西亚早就被杀红了眼 召集了一大火人就杀了过去 还抓了一个贫民窟的小女孩当做人质 躲在暗处的莱莉 在垃圾桶发现了女警察的手机 用手机拍下了大毒笑加西亚 就在贫民窟的求救视频 还给了小胡一个特别镜头 强调这里还有一个黑警 这次她有证据了 说完 为了救下小女孩 莱莉举手投降了 为了拖延时间 身受重伤的她 还不断刺激加西亚殴打她 幸好五年的挨揍时间也培养出了莱莉坚韧的毅力 最后警察及时赶到 在警察的白班劝说下 莱莉还是毅然决然地对加西亚扣动了扳机 她无法再相信谁可以在金钱和权力的支配下 还能继续维护公正 除了她自己 完成复仇的莱莉 来到了丈夫和女儿的目的 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使命 可以去陪家人了 一直都在劝大家不要多管闲事的警官阿白 这次却及时将她救了下来 故事结束 关于超级异景这个话题 很多电影都做了很深刻的讨论 这部电影没打算在这个地方深究 更多的是展示了一个绝望家庭主妇 能够做到哪种地步 俗话说狗急了跳墙 人急了还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 看完还是觉得左人留一线比较好 求留言 求弹幕 求留言 求弹幕 求分享 求关注 求分享 求关注 000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